就是範例檔 解壓縮之後 然後呢上傳什麼,上傳我是找那個第一個範例 範例這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有文字與資料函數 然後呢把它上傳到雲端之後 不過上傳的時候特別注意,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就是這個齒輪的地方 記得呢把它怎麼樣 這個要打勾 因為如果你沒打勾的話 它傳上去的還是以Sale,它就不會是Google的試算表 那如果說你要使用Google試算表的功能的話 那記得很重要一點,這個地方一定要把它打勾 否則的話呢 沒有辦法幫你做編輯 這個可能要注意,把它傳上去之後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得到什麼,這個結果 OK有沒有這個是 手機號碼,那怎麼來的 實際上就是本來這個是空的 那我們是怎麼樣 利用串接的方式 09 所以 11然後呢重複幾個零 然後呢 把它串完之後得到一個手機號碼 當然除了REPT之外 其實另外呢你也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比如說在那個 雲端上面 你按右鍵 把它複製,它又多一個工作表 那但是以Sale裡面的話 做法不太,以Sale是拖拉加砍作 不過這個拖拉加砍作鍵還不行 它拖拉就跑到隔壁去了 那你可以把這邊重新命名一下 也許假設我希望 再換一個函數 比如說這邊的話我可以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TST好了 其實在 Sale裡面一樣有個TST 不過我不確定說 這個Test 在這邊 OK OK 我們前面這個範例是用REPT加L1N 那假如說呢我今天希望換個方式 我不要用REPT加L1N 我可以把這個公式裡面的ENDREPT這一串 Delete掉 然後Enter一下 那它只留下什麼 0911- 然後面的話呢我可以用TEST 把它 格式化成三碼 那格式化成三碼怎麼做 後面加一個END 不過你會發現Google試算表跟Excel最大的差別 還是在那個什麼 插入函數的時候Excel還會跳出那個視窗 有沒有讓你用填的 可是Google試算表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還是 他沒有就是比較方便的輸入的介面 還是必須要在上面填 那再來的話用TEST TST 所以打一個TEX Key 不過這邊好像有一個按Tab鍵 前面好像我不很好其實也可以 那個預覽 上個禮拜有同學還 蠻不錯的 跟我講說前面有 有可以看 其他也OK啦 反正 使用的方式有時候才是摸索 你會發現這些東西 它的 就是 方法其實還蠻雷同的 其中你會發現打TSC 它會顯示 開頭是TEST 另外好像有個TEST JOIN 這個其實是合併多個字串 我們用TEST 刮扶一下 後面的話就是 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這個84 格式化成三碼 那格式化成三碼很簡單 逗點後面 就跟他講說 前雙以後 後面加三個零就可以了 然後後雙以後 那後面這個 指的是什麼 它的一個 格式的規則 所謂的格式規則 我一定要是三個 數字 所以一個零 表示是一個數字 那如果說呢 它不足三個數字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補零的意思 OK所以後面再加一個後刮弧 然後呢我們按Enter就可以了 這個當然 在按Enter它就會出現 084有沒有看到 本來84 因為經過什麼 經過這個000的關係 所以呢它會變成084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門號莫碼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 公式的話 跟剛剛的 其實還蠻雷同的 所以 有個比較簡單的辦法 就是你可以把什麼 剛剛end-號有沒有 然後再 Test G4-5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的後面 然後呢你只要把什麼 G4 再把它改成H4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結果了 按Enter 不過一直習慣就是喜歡打勾 因為Excel的打勾 所以我的意思 那這裡沒有打勾怎麼辦 按Enter 這樣它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這邊一樣快點兩下 我看一下這個應該一樣 快點兩下 它不行 它點兩下不OK 是不是底下有東西 Ctrl-Shift向下 這個一樣 然後我看一下把底下刪掉 然後Ctrl向上 快點兩下 可以 但是 有一個限制就是說 那你如果底下本來有資料 它不能快點 你除非說要把底下的資料刪掉 它才可以在這邊快點兩下 如果你不能快點兩下 不然有個方法 就是你按住不要放往下拖拉 但是往下拖拉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你會發現常常遇到這種狀況 會常常拉過頭 然後拉來拉去 所以最好的方式 當然還是就是說 如果底下沒有任何的 這個公式 底下沒有任何資料 你就在這個狀態下 快點兩下 有沒有 它就全部幫你自動填滿了 這樣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 把上個禮拜的那個練習 本來是用什麼 用那個 REPT加LEN 就可以換另外一個方法 有沒有你會發現 如果用Texter 相對的會比較簡單 一點 那順便也 學習什麼 就是說 到底那個Google市傳表 跟Excel市傳表有什麼差別 這邊請各位 試試看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 你們會發現 在Excel裡面 如果你打小寫 移開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第一個字變大寫 也就是這個地方 T 它會自動 如果Excel移開 我印象中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變大寫 但是Google市傳表 似乎不會 也就是說 其實它沒有區分大小寫 小寫沒關係 OK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 先在 複製 記得按右鍵這邊有個複製 複製一個 新的工作 就是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然後呢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名稱後面就是加上什麼 刮鬍 用Tex這個函數 那試著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把它試著 把它試著 把它輸入上去 OK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還要 就是在 練習一個東西 在Excel裡面其實也有 叫錄製聚期 那什麼叫錄製聚期 就是說如果假設你每天都要做同樣的事情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乾脆讓它變成一個 程式 只要你執行這一段程式 它 就會 自動幫你完成 也就是你不用重複做啦 在這裡有沒有 其實你會發現 在那個 這上面有 有沒有看到這邊同樣有個聚期 也同樣有錄製聚期 也就是說 他 感覺上 好像基本上都一直在模仿Excel 我不知道是叫模仿 這個是不是 感覺就是說他一直想要讓 Google市場表 用起來很像Excel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用得很像的話 那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真的是 脫離Excel 不過 到底有沒有達到 他要的這個目的 恐怕 就是還是要 你們再自己了解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所以其實 現在業界有個趨勢 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用Google市場表 用的習慣的話 那不如以後就不要買Excel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 你那個Google市場 Excel的話 其實每一個人的版本 如果商用的話 少則都是 一個人 一年都要付給微軟 大概授權費用 都要一兩 不 如果大量應該是至少一兩千塊 所以如果一個公司 假如說 我們算兩千塊 那如果一個公司 100個人的規模 100個人的規模 也就是如果他買Excel 一年的話呢 那就是要付給微軟 等於是2000再乘上 100 OK 大概就是差不多是20萬 所以小型公司一年就要 付給微軟的授權費 至少是20萬塊 也就是2000乘100 對 大概是20萬 如果更不要說像那個台積電 或者是更大像鴻海這種 這麼大的規模的公司 那如果他像台積電好了 算一萬個授權 一萬個授權 2000的話就2000萬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授權的費用 其實是相當可觀的 那要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節省這個 開銷 所以很多公司 也在思考說 是不是 可以把它轉成用雲端 所以 再來現在 所以將來你們在履歷上面 如果假設你會用雲端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加速一下 你曾經學過雲端 你對雲端其實還蠻熟 那當然他會 是會蠻喜歡 這樣的原因 因為你馬上就可以 如果不用 假設你家電腦裡面 沒有裝ESEL 其實你也可以快速的 解決問題的話 當然是最好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利用那個 剛剛講的這個 TES 好 好 謝謝